这个社会其实是越来越烦 当学生 听说学生也好烦 当老师 听说老师也好烦 当爸爸 听说爸爸也好烦 当妈妈 听说妈妈也好烦 我有证据 比如说有人研究老师 我记得在好几年前研究老师 老师的忧郁指数是27.66 最近我又看到了 重新的研究告诉我说 现在老师的忧郁指数是 百分之五十 有人研究孩子 我们的孩子也不快乐 国小的孩子的快乐指数 只有百分之二十九点几 国中的孩子的快乐指数 听说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点几 爸爸的快乐指数 可能也只有二十几 每一个人都好烦 好烦当然有原因 如果原因找不到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会继续烦下去 我就突然想到一个哲学家 有一个哲学家讲过 他说一个人在一辈子里头 常常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得到你想要的 第二件事情是享受你得到的 我们多数的人是得到我们想要的 但是忘了享受我们得到的 所以我们非常辛苦 比如说一天只有二十四个钟头 如果二十四个钟头里头 我们都在努力工作 努力赚钱 得到很多 你可能也会失去很多 而且最常失去的一件事情就叫时间 我们拥有好多 但是没有时间花你觉得值得还是不值得 不值得 这是真的不值得的 一辈子多长 九十吧一百吧 冲击这样就是百年 哦哦对不对 一百年我们到底要多少 如果说我一个人在一年里头 我们花六十万你觉得够多吗 够多 每一个人一个月花五万块钱 一年大概花了六十万 我们能花多少年 我觉得一个人在一辈子里头 能够努力工作三十年已经差不多的 三十年乘以六十刚好是一千八百万 我的意思是说 一个人的一辈子里头 其实只需要为一千八百万努力而奋斗 但是我们通常是为了八千一百万 我当然也有想要啊 比如说我想要在阳明山有一栋别墅 前面有八百坪种桂花 后面有三百坪是游泳池 中间有个建筑 有十八间客房 但是我通常左脑想想会敲右脑 这有听到 有哦 醒来 每一个人都有一堆想要啦 如果你的想要是记得醒来的时候 我觉得你的烦恼会少一点 但是多数人 想要不会醒来 辈子里头我们从一而中 什么叫从一而中 我有一栋房子 一部车子 然后一个理想 一个梦 那叫一嘛 我觉得一个人要满足一个一 还蛮简单的 如果有二有三有四 其实就很辛苦咯 那个叫噩梦 所以美丽的梦其实是要能够实践的 能够实践的梦叫做理想 不能够实践的梦叫做幻想 如果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五辈子或用你 好多好多的经意都不能实践的 那叫妄想 人如果理想多一点 幻想少一点 不要有妄想 我觉得人生美好一点点 想要太多了 我有好多这一类的朋友 有一些朋友他其实蛮有钱的 但是他喜欢投资 他原来以为投资两百万可以赚一千万 后来经过他的验证 他发现投资两百万赔了三百万 我觉得他赔的不只是三百万 他赔的是好多的时间 好多的努力 好多的美好 我们一年能够省下的钱 二十万三十万差不多了 对不对 如果我一年能够省下三十万 但是我曾经赔过三百万 我要说的是 那我赔了十年 因为这三百万 我可能要花十年的精力 才能够赚得到 这三百万等于十年 其实不止十年 可能是二十年 因为你原来可以得三百万 你因为付出 你以后赔上 所以你花了更多时间 一赔就是二十年 我刚刚说过人生多久 人生可能只有九十年 而且只有一辈子 我们花了二十年 均努力还这些东西 我觉得一点都不值得 怪不得有一个经济学家说过 如果你在台北市贷款一千万 可能要三十一年八个月 不吃不喝 但人生有多少三十年 顶多三个吧 第一个三十年是童年来过 第二个三十年是 我们这个年纪中壮年在过 第三个三十年是老年来过 在我的眼中 如果一个人的一辈子 有一百岁的话 最美好也顶多三十年 如果那三十年 我们都在工作 我们都在赚钱 我们都在还债 你觉得你有没有烦恼 我觉得烦得很 真的烦得很 所以努力工作 如果没有让工作得到的东西 有一个更美好的代价 那就一点都不值得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 不记得工作最伟大的代价 是为了赚钱 对不对 但是我们都忘记的 赚钱最伟大的代价 是要让我们的生活 过得美好 精致 优雅